古代 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社会地位 可以掌控他人的生死 因此 对于世人而言 皇位的诱惑无比之大 很多皇帝自然是知道这件事情的 而一些自卑 亦或者是害怕自己子孙 管控不住权臣的皇帝 便会在自己去世之前 将大臣们收拾干净 将皇权推到巅峰位置 因此 在各朝各代 都难免有一些忠义的大臣 惨遭皇帝的毒手 但是罪令后世害怕之人 当属刘邦和朱元璋 此二人皆平民出身 骨子里的自卑 让他们担心自己皇位的安危 最终杀害了一大群 和自己一同打拼天下之人 在朱元璋手上 沾上了太多兄弟的鲜血 如胡为庸便是其中之一 但是有一人 却因为过早隐世 而逃过一劫 此人便是刘伯温 刘伯温何许人也 此人是朱元璋的左膀右臂 是朱元璋打天下之时的军师 倘若没有他 明朝的建立不可能如此顺利 朱元璋对于刘伯温甚为忌惮 此人有着天下三分诸葛亮 一统江山刘伯温的美名 因此 朱元璋便一直监视着刘伯温的行为 倘若有一点不对的地方 便要除掉他 但是刘伯温 是个很小心之人 因此 朱元璋一时之间 也找不到错处 但是心中的自意之在 那么朱元璋 便有可能以无稽之谈的理由 除掉刘伯温 但是朱元璋登基之后 就想要对和他一同征战的兄弟们下手 以保证明朝江山的稳固 这样的事情 朱元璋的皇后马秀英 是知道的 她也知道自己 劝不住朱元璋的行为 但是看着之前的伙伴 就此死亡 她又做不到无动于衷 于是便想给众人一个提示 她令自己的侍女 给刘伯温送去一栏水果 由于马皇后 经常关心这些开国旧臣 因此朱元璋 对此倒是没有多想 刘伯温收到礼物后 开始也没有想什么 但是她是个聪明人 知道皇后应该有所寓意 于是便将水果看了一下 两个枣和一个梨 寓意着枣枣梨 刘伯温一看 便知道皇后 是在给自己提示 倘若再不走就没机会走了 于是不久之后 刘伯温便向朱元璋 请命告老还乡 朱元璋一听高兴极了 这样一来 自己就不用在她的身上 费心思了 但是朱元璋又不能立马同意 不然显得自己 太过于薄情寡义了 刘伯温经过了几次的请求 这才获得了皇帝的同意 逃过一劫 参考文献 明史 在野史上 记载了一段 朱元璋火烧庆功楼 这个故事 这个故事 在当时的民间流传很广 而且还有两种不同的说法 尽管这些说法 与正史中的记载大相径庭 但有一点是肯定的 无论是朝城还是百姓 对朱元璋滥杀功臣的做法 都是极为憎恶的 据说朱元璋做了皇帝后 让人在京城古楼港的山坡上 建造了一座庆功楼 准备用来宴请开国功臣们 跟随朱元璋南征北战的功臣 听说此事后都很高兴 夸赞皇上英明 只有军师刘伯温倍感忧心 主动恳请朱元璋 允许他告老还乡 朱元璋在三晚留无果 只好允准 刘伯温临走时 去徐达的府上辞行 想起这位昔日的战友 与自己感情不错 刘伯温便叮嘱徐达 若有一天 皇上在庆功楼上大宴群臣 让他千万要紧随皇帝左右 徐达当时并不明白其中深意 只是暗自把话记在心里 庆功楼建成后 朱元璋选定了几日 邀请大批功臣前来赴业 功臣们完全沉浸在 一片欢歌笑语之中 没人知道这时已经暗藏危机 只有徐达记者 刘伯温临行前的那番叮嘱 心中有了警惕 当酒宴进入高潮后 朱元璋悄然离席 徐达紧随其后 朱元璋问他为何离席 徐达哀切地回答 皇上 您难道真的一个不留吗 朱元璋面无表情 知道自己的计划被识破 不知说什么好 这时徐达又说 如果皇上要臣回去 臣不敢抗命 只希望日后代为照顾我的妻儿老母 说完便转身要回到楼里 朱元璋想起这位儿时的玩伴 念及十几年来的赫赫战功 不禁有些感动 一把抓住徐达 将他带离了庆功楼 没走多远 身后便传来了轰鸣声 那座专门为功臣而建的庆功楼 成了一片火海 这个传说 还有另外一个版本 说刘伯温与朱元璋临坐 他故意将皇上的衣袍一脚 压在自己的椅子下面 当朱元璋认为时机成熟 悄然离开的时候 一脚牵动 引起刘伯温的警觉 于是他随朱元璋 一起离开了庆功楼 最终免遭枉死 火烧庆功楼的这两种说法 都与史实存在明显的差距 是民间杜传的说法 但是 朱元璋是杀诚信的作风 却非空学来风 为了给子孙清除后患 以胡维雍案和兰玉案 两起案件为由 大肆屠戮功臣 可是朱元璋 在这两起大案之外 还杀了很多功臣 朱元璋已设用龙凤不法的罪名 赐死了德庆后廖永忠 洪武十三年 永家侯朱亮祖父子 因顶撞皇帝的罪名 在殿堂之上被鞭死 十七年 临川后胡美犯进福朱 二十五年 江夏后周德心以为薄不休 暧昧的罪名被杀 二十七年 定远侯王帝 永平后谢成 尹国公赴有德被杀 二十八年 宋国公逢圣被杀 其实 死在朱元璋屠刀之下的 还不仅仅是这些武将功臣 那些跟随他多年的文官 能够逃过一劫的也没几个 宋思言 夏玉 高建贤 凌说 孔克人等这些人 都是朱元璋起兵时的幕僚 最后都送掉了性命 除此之外 外省官员中 很多话不投机的 不是被除以停诈 就是被将官 更有甚至被除以急刑 在众多的开国公臣中 只有汤和幸免于难 经过几番杀戮 大明开国公臣基本被除掉 但是这在民间 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飞鸟进 梁公葬 小兔死 走狗烹 这种过河拆桥的行为 一度引起恐慌 但迫于朱元璋的高压政策 无人敢言 所以只能编出火烧庆功楼这样的故事 来表达出内心的不满 在朱元璋的亲戚里 有一个非常厉害的人物 曾经为朱元璋 创下一奇迹 他就是朱元璋的侄子 朱文正 朱文正的父亲 是朱元璋的兄长朱新龙 朱元璋起兵时 朱新龙早已死亡 朱新龙的妻子王室 就带着自己的儿子 朱文正来投奔朱元璋 对于自己大哥留下来的儿子 朱元璋也很看重 将他当成自己的儿子来抚养 他还把朱文正 派去守宏都 当了一个将军 但是让人失望的是 朱文正并不争气 到了宏都以后 终日华天九地 不务正业 下属都对他很不满 但碍于他是朱元璋的侄子 没有人敢出生 然而 让谁都没有想到的是 关键时刻 竟然是这个 平时看起来很不学无术的朱文正 挽救了宏都 当时 除了朱元璋外 陈有亮 张世成等人 也都割据一方 一不小心 就很有可能负贝受敌 当时 朱元璋正忙着和张世成作战 陈有亮趁着这机会 率领六十万大军 想要攻打宏都 而朱元璋和张世成周旋 根本没办法抽身 就算挥师西元 以朱元璋的势力 也很难与汉军抗衡 无奈之下 虽然知道希望渺茫 朱元璋还是给宏都方面下达了命令 誓死保卫宏都 等待大军来源 宏都的人 接到这道命令 都很绝望 唯有首将朱文正 一改平日里的花天酒地 迅速召开紧急军事会议 他以一个最高长官的身份 用坚定的口吻 对每一个将士说 成王与王 我等誓死保卫宏都城 他立即分配 兵力防守各个城门 接下来朱文正和南昌守军们 将要面对的是 六十万大军 当时堪称世界上规模最庞大 战斗力最强的军队之一 此后 陈有亮率领的六十万大军 对宏都发起了一轮又一轮猛烈的攻击 朱文正身位守驾 也没有后退 而是身先士卒 到战场的最前线 和士兵们一起作战 他的坚定无畏 有条不紊的指导 极大的鼓舞了守城的将士 居然一次又一次地 抵挡了陈有亮的进攻 由于宏都将士奋战死守 加上朱文正的指导友方 三个月过去了 宏都依然屹立不倒 并没有被陈有亮攻破 就连陈有亮都忍不住说 朱元璋竟有朱文正这样的奇才 若是能够效忠于我 该有多好啊 最终宏都 等到了朱元璋的二十万援军 武军与汉军在翻阳湖大战 结果陈有亮战亡 全军覆没 宏都保卫战 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这场战役 改变了袁木明初的整个局势 朱元璋声望 实力大大提升 朱文正鞠躬之尾 算是为他叔叔 创造了一个奇迹 但是 亲人也免不了离心 当朱元璋 要给朱文正封赏的时候 朱文正原本本着 客气一番的原则 说等叔叔你成就了大业 何愁不富贵 如果现在 就一直给亲戚封关赏赐 怎么服众呢 朱元璋听了很高兴 对侄子更加刮目相看 朱元璋还金后 大大的赏赐常玉春 廖永中 几株像是金箔 而朱文正有功赞位封赏 朱文正心里郁闷不已 在这种郁闷下 很容易就被怂恿 干糊涂事了 朱文正在部署怂恿下 欲投靠张士诚 背叛朱元璋 结果被朱元璋先发制人 朱元璋本想杀了朱文正 被马皇后劝阻 最终只是幽禁了朱文正 朱文正最终被求死狱中 不过到底 朱文正为朱元璋立下了汉马功劳 红武三年 朱元璋封朱文正年仅八岁的儿子 为晋江王 就藩桂林 并传了十四代 成为民史上唯一一脉 非太祖血统的王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